其實布桃的事件 一直到現在已經延燒了幾個禮拜了 現在真的有這個擴大的趨勢嗎 你怎麼看 有些醫生說好像還看不到終點 你認為這個有沒有辦法產生節點 這個我是覺得 因為現在我個人認為 這不代表醫學界的那個觀點 可是我看的話 現在都是可以掌握的人 而且那樣足跡 或者是他們匡列的對象的話 都有辦法找到感染源 所以這個在匡列 我之前就講過說 布桃這件事情之後 其實防疫指揮中心 他是用童訓員的方式 一圈一圈一圈把你匡列下來 所以四千多個人 就被列為居家隔離有沒有 所以這些人 他都一直在這個童訓員裡面 這個童訓員如果沒有彼此之間 沒有破掉 沒有彼此擴散的話 那應該都是在可掌控的範圍之內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張 那當然最可憐的就是 最倒的863這個護理人員 這個863這個護理人員 他當初也是被匡列居家隔離的 那他去列為居家隔離之後 說實在話這個護理師 他當初的話 863是1月12號是進行採檢 他是一採陰 那後來14號 15號出現了鼻塞 咳嗽的一些症狀之後 17號在採檢的時候 18號確診 那你知道嗎 這個案件為什麼會這樣擴散出去 這個也出現一個盲點 現在很多人覺得說一採陰就我們沒事了 可是我會發現 大家會發現說其實現在一採陰也不保證說 你一定沒事了 有個護理人員四採陰 不要說四採陰 之前那個金巴黎 金巴黎那個去跳舞的那個有沒有 共70幾天 他也是陰陰陽陽陰陰陽陽 而且今天進來的這個 今天進來的那個境外移路 那個日本的那個 也是啊 日本的那個案件的話更誇張 他1月9號返台對不對 你知道 他是從去年年初去日本工作之後 年底的時候他12月25號 曾經確診在日本 他是確診被隔離 他12月29號那天二採 他是陰 第二採的時候還是陰性 好他1月1號他姐隔離之後出院 1月2號到1月6號 還自行採檢5次 那5次全部都陰性啊 而且1月9號返台之後 1月11號繼續還居家檢疫 你看他多有良心 是啊 可是他1月24號那天 還繼續鋁管自主健康管理 到了1月29號 竟然又出現咳嗽流鼻水腹瀉的症狀 所以他今天才確診啊 因為他中間都有做一些很好的一個 自主健康管理跟居家檢疫有沒有 的措施 所以他的接觸者只有一個 而且這個接觸者 他也有做居家管理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看這個人 踩了多少次 我說一句比較難聽了 這樣踩的話 踩了六七次都還是陰性 最後還能夠確診 真的會踩到懷疑人生你知道嗎 真的耶 幸好你是在台灣跟日本採 你如果在大陸要鋼塞 那個鋼塞的話 我就說你嚴到你就真的會 靠到沒面子 真的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 現在對於這種 武漢肺炎病毒的話 我們現在慢慢陸陸續續 一直在了解他的那個變異 可是了解越多 越難掌握你知道嗎 你看我們講說這個護理師 他家裡面的人 七個人有六個人確診 而且那個老人家 他的婆婆也因為確診 當天就過世啊 那這個案例也是告訴人家說 以後的那個居家管理有沒有 居家隔離的政策的話 現在或許匡列的話 要越來越謹慎 而且你要告訴人家說 這個居家管理隔離的話 還是需要說 你最好一人一事為原則 不要說 不要說整個腳都大到 你看這個案子就告訴你說 整個家人在一起 他的感染風險是非常高的 那另外一個現在 之前我們講到說案889 跟890這兩個有沒有 他在院內被感染之後 我們不是說找不到感染源嗎 他就在哪個環節被感染的 不知道對不對 那現在又是因為 他到平鎮的某個醫院去後診 去就診 那因為這個案908有沒有 他是陪著母親到平鎮醫院 去就醫啦 他就是因為跟這個案889 就是不明感染的 現在還找不到感染環節的 這個有沒有 就是在同一個後診室裡面 坐在那邊 坐在那邊 他們現在估計是說 大概共處了26分鐘 那可是比較親密接觸的 大概不超過15分鐘 就是坐在前後排的座位 那你就表示說你看 在密閉空間裡面的感染率 是很強的啦 那可是這個平鎮的這間醫院 現在也受到一些質疑 就是說你既然在院內有感染的話 那你就第一時間 你就趕快全部消毒 可是你在這個消毒之前 你沒有做院內的環境採樣 對不對 那你就直接消毒掉之後 你沒有辦法讓人家知道說 我究竟在哪個環節被感染的啦 那其實我們現在就知道說 為什麼環境採樣這麼重要 你包括說診間裡面的桌面啦 座椅啦 或者你躺過的病床 甚至使用過的儀器 這些哪裡是最高量病毒的話 的地點的話 你應該先做採樣再進行消毒嘛 所以我就覺得說這個案子的話 現在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以後到醫院的時候 要小心啦 那大家可能會質疑說 為什麼這個案889 你確診之後 他其實他就醫 兩度就醫是1月18號跟1月23號 可是他是24號確診 所以他出來之後 你看他曾經是12A的病患 所以在匡列居家隔離的時候 你是不是出去 現在要告訴大家說 你只要列為居家隔離 或有這個高風險區或 不管怎麼樣啦 沒有接觸到這些高風險區的人 或事或物的話 拜託大家還是要提高警覺 這個過年快到了 我再強調一點 千萬不要群聚 尤其是聚餐 或大家坐在一起都 阿朋友很久沒看到對不對 大家坐到這裡 這是現在最大的一個感染風險 那如果沒有的話 也因此有人質疑說 搞不好已經這個社區感染了 真的有這樣的一個風險 醫生怎麼看 對 因為其實醫學上 是比較講究邏輯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分兩條路徑來走 第一條路徑叫做908跟889 不是同一件事 那第二條路徑就是908跟889 算是互相傳染 那我們先講第一個路徑 第一個路徑說 來我們889是在不逃影響到 然後後來在外面就醫 然後908是另外一個社區傳染給他 甚至於說誰得到這個病傳染給他 我們不知道 但是如果要講邏輯上來講 現在其實大環境裡面 各個醫院其實運作都還算正常 也沒有被所謂奇奇怪怪的疾病擠爆 也沒有說什麼案例大量爆發 所以你竟然有一個潛在的人 能夠傳染給908 然後傳染給908之後呢 又剛好跟889 可以在同一個時間坐在前後排 其實機率上來講真的很小 那當然我們如果要證明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從後面的病毒基因定序來做 我們當時說889雖然說 基因定序沒有定序的很完整 但是好像還是有這個L452R 這個特殊的基因定序出來 所以當時也證實說 889應該就是不逃送出來的 這樣子的一個病毒 那908如果後續的基因 那個病毒基因定序呢 也可以出現到相同的 那大概第一條路徑說 我是不同的社區感染影響到 這個可能性就小很多 那當然回到我剛剛講的機率問題 你真的兩條不同的路徑 剛好在同一個時間點坐在前後排 這個機率反而更小 機率真的非常非常的小 好那就要回到第二個機率 就是我真的889在這個15分鐘 26分鐘之內傳給908 但是這件事情一提出來的時候 一定就會很多人就很緊張說 原來我跟他做前後排 不用做太多的交流 我還戴著口罩 我就會被傳染到 這一定會引起很大的恐慌 是啊 但是我也必須講 從有新冠病毒去年到今年的疫情 多多少少奇特的案例 在全世界都有 不知道是日本還是韓國說 兩個人坐進同一台電梯 然後都不用講話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得了 然後在中國說 我坐公車第一排 你坐公車最後一排 我們就得了 這樣也得 所以這個搞到大家人心惶惶 之前有個病人跑來說 陳醫師我以後進電梯 是不是要閉眼睛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他戴著口罩 是不是從眼睛 人家飛沫傳染到眼睛的 這麼緊張 所以我必須說 舉那個電梯的案例來講 除非第一個人沒戴口罩 在電梯裡面咳嗽咳很久 然後第二個人進去吸入大量的病毒 才可能會 要不然照道理來講 應該真是環境的染污 間接的污染 你進去電梯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 按樓層按關門 對 然後下一個人按不同樓層沒錯 但是你也按了關門 然後呢你沒有警覺性之下 你摸了你的眼睛鼻子嘴巴 你覺得你鼻子癢癢的 眼睛癢癢的揉一揉 你沒有害怕說隔壁寺 你沒有這個警覺性 你就有可能中